最后一个 四综合题 我说了啊 以行列式的形式给出函数以后 可能很高的数学又结合的 那我们来看一道题 这哪一年考题各位 大家好 2023年就考这个题了啊 2023年就是考这个题啊 笔记记下来 当年考这个题的五分 很多同学不知道他在考什么 就这么个题 好 下面我们来看这道题啊 例题1.15 最后是大吧 这个 说FX正在这个表达是 则存在可塞属于负二到四 使得F1可塞在XD可塞处的切线 平行于下面哪一个直线 这道题啊 各位一定要注意啊 他考的是什么呢 考的一定是巧劲啊 分析 就是你懂不懂命令老师 希望你干什么 这个题绝不能瞒干 那有同学想了 那我管它是什么呢 强出来 算成函数 然后我自己再去研究 用维基分去研究嘛 我维基分能力很强啊 你要这样去想的话呢 那可能这个题目就有些麻烦了 那你带着 这个也带着三次方的啊 这个实际上是比较麻烦的事情 所以首先第一步呢 你三次方已经出来以后 然后再阴时分解跟等 然后再去这个求导 这个是相对来说是比较麻烦的事情 是吧 那这个题呢 这样做一下 是吧 首先第一步呢 你看到啊 去寻找什么呢 你既然是代数考题了 那当然大家还有代数里面的思想了 把这个找这个什么 差别小的啊 你看这里是不是有220 这是22 这没有2是吧 这虽然没有2啊 这是02几 然后呢 你算一下 这个东西的2倍过来 这个东西的2倍过来 这是个考研真底里面的行列上啊 我把它摘出来 我重新编了一道题啊 是这个意思啊 题库里面有这种结合的题 我这个题它稍微升起地下 那么这个行列是你也得会啊 所以这个FX呢 它就等于 你把第二列的2倍加过来 然后第三列的2倍加过来 你看呢 这会变成什么呢 这个就是啊 X 这2倍过来 这个过来是X加2啊 然后这个2倍过来呢 是2X-2加2 是2X再加2呢 再加4是2倍的X加2 对吧大家 然后这个直接过来 是2倍的X加2 大家看 是不是找到一个因子呢 这个比较简单了 2X-1 2 02X 对吧 你这样的话呢 你把这个X加2把它提出来了 你负2都能叫减5嘛 对吧 然后你这个负2倍过来 这个是负4加个负2 然后那是02X 这没有关系了 你实际上呢 就按这一行展开了 剩下就是X方-5X再加4了 所以是吧 这个不就出来了吗 所以呢 就变成了X加上2 乘上X方-5X加上4 这个因子分解就简单多了 那就变成了X加2乘上X-1 还是减4 这不就有了吧 是吧 是吧 好 那么这个FX的话呢 如果令其为零 如果令其为零 那么大家就找到什么呢 我记得写啊 我们就找到了三个根 于是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 它的FX等于零 这样有三个根 分别是呢 就是说X1等于-2 X2等于1 X3等于4 对吧 大家 好 罗尔定理来了吧 那么在-2到1上 又是罗尔定理 因为F-2等于F1 所以那这里就猫的一个可c1了 所以我们会得到F1比可c1 是等于零的 罗尔定理 那么1到4上呢 大家猫一可c2 所以F1比可c2是等于零的 然后根据呢 可c1可c2 F1比可c1 等于F1比可c2 在可c1到可c2 再做一次罗尔定理 F2比可c 是等于零的 所以这里面包含于可c 这个可c的话呢 是属于可c1到可c2的 那么包含于-2到4 对不对 所以这个结论大家很清楚啊 二节导数得零 说明什么 说明一节导函数 它是一节导数再扯导 是吧 所以说明一节导数 在X等于可c2 是不是这个切线 是不是水平的 这样说理解了吧 它的切线是水平的 所以我们说 F1比X 它也认识是一节导数啊 在X等于可c2的切线 平行于一条什么 你只要是一条水平直线就行了 水平直线呢 大家找谁 Y等于R就行了 这个答案选P 就可以了 其他的都不是水平直线 当然这个BZD的设值 我是专门考虑好的 因为二节导数你算下来 它在-2到4里面 它的就是使得一节导数的斜率呢 是从-18到18的 所以呢 除了零点处 其他的三个是不可能遇到的 这个你放心 我是都排除掉了的 当然你选了正确答案 那就可以了 这道题呢 是有一定的这个综合性的啊 这种考题的话呢 现在基本上没有这么考过 是吧 所以呢 是具有一定的未来性的啊 这个题员里也有这种题 希望大家呢 把它把握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的第一讲呢 就给同学们讲完了 通过第一讲的复习 我希望大家能够建立起 长话阶段复习的这样一个 思路和方法 就是说我们需要一个 完整的知识结构 然后要用足够深刻的考题 去把这个完整的知识结构呢 把它阐释清楚 并且大家要记住这个知识结构 我要预告一下啊 第一讲 大家不要以为它很难 也不要以为它很简单 这一讲仅仅是信心代数九讲的开端 真正精彩的东西还在后面 第一讲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谢谢同学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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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